小朋友们,刷牙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,可以保护我们的牙齿,不被蛀虫吃掉。 那么,小朋友们,刷牙用到的牙刷是怎么来的呢? 让我们一起收听牙刷的告白。 大家好,我的名字是牙刷。 是的,就是小朋友们刷牙用的那个牙刷。 今天我带来了我的故事,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 一直以来,刷牙对于人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,可是在古代没有牙刷的,可是人们还是想刷牙怎么办呢? 只能用柳条代替了。 那时候的人们把柳条遮下来,在上面蘸点盐巴,然后就可以放在嘴里刷牙了。 柳条多么坚硬呀,把柳条放到嘴里那真是太难受了。 可是为了刷牙,人们还是忍受了下来。 这些可以说明一件事,古时候的人们是非常热爱刷牙。 到了后来,人们实在无法忍受柳条的坚硬了,于是打算用猪毛代替。 可是这依旧有个问题,猪毛无论清洗多少次,上面都有股奇怪的猪粪味。 一边是坚硬的柳条,一边是臭乎乎的猪毛。 人们犹豫了好久,还是选择了柳条。 只有那些受够了柳条的人才会尝试着使用猪毛。 再后来,人们进入了现代社会,发明出了第一支牙刷。 那时的牙刷几乎和现在的牙刷一模一样了,只有一丁点的区别。 什么区别,我待会儿再说。 有了牙刷,谁还用什么六条猪毛啊? 于是,人们纷纷用起了牙刷。 时间长了,人们就开始发现问题了。 有小朋友问了,牙刷刷牙能有什么问题? 自己每天刷牙也不再有什么问题啊。 哎,可别忘了,当时的牙刷和咱们现在使用的牙刷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区别的。 这点区别不大,可是问题还是很严重的。 因为用这样的牙刷用久了,牙龈就会出血。 刚开始,人们以为是自己牙齿的问题,一个一个都跑去看牙医了。 而牙医检查完后,告诉大家,大家的牙齿都没问题。 所有人都不能理解,自己的牙龈都出血了,牙医怎么还说牙齿没病呢? 肯定是个庸医。 于是,大家又去找了其他牙医。 然而,第二个牙医也说牙齿很健康。 大家依旧不信,又去找了第三个、第四个牙医。 可是牙医们的回答十分一致。 这回,大家不信自己的牙齿没问题都不行了。 但是问题来了,牙齿没生病,牙齦又怎么会出血呢? 牙医的回答是,大家可能吃了什么比较粗糙的食物,比如窝窝头之类的坚硬食物。 大家想来想去,也没想起来自己吃了什么粗糙的东西。 只好各回各家,各自寻找自己牙齦出血的原因了。 回家以后,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。 就连牙医也没搞清楚,大家的牙齦怎么就都出血了。 就算是牙齿坏了,也不可能这么多人同时坏了呀。 更何况,大家的牙齿都还是健康的。 虽然大家的牙齿十分健康,牙医依旧在苦思冥想。 因为牙医很清楚,虽然现在牙齿没病,但要是牙齦继续出血,没病,也会有病了。 所有的牙医里,进展最快的是一个年轻的牙医。 因为他发现了另一个奇怪现象,牙齦出血的人都是有钱人。 看样子,这些人最近都做了什么相同的事。 随后,这位年轻的牙医就找来了几位牙齦出血的人, 一遍一遍地询问他们的生活细节。 然后,他把所有人的回答整理出来,随即凶手立刻浮出水面了。 不是别人,就是牙刷。 所有人都在使用这种才发明出来的牙刷。 这种牙刷并不便宜,所以用得起的都是富裕家庭。 这就是为什么牙医出血的人都是有钱人的原因。 既然知道问题出在了牙刷上, 这位年轻的牙医赶紧买来几只同样的牙刷。 他决定自己亲身体验一下这样的牙刷。 一开始,年轻的牙医也觉得牙刷真是个好东西。 可是很快,他的牙医也出血了。 这回,百分百肯定,问题就戳在牙刷上。 具体是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。 年轻牙医可不是个会轻易放弃的人。 在没找到具体问题之前, 他没有声张自己的发现。 一个人待在实验室里,没日没夜地研究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 当他把牙刷放在显微镜下的时候, 原因找到了。 原来牙刷上的毛刷都是方形的, 有棱有角。 每次刷牙,这些有棱有角的毛刷 就会摩擦牙银,导致牙银出血。 年轻的牙医不仅找到了问题, 而且还找到了办法。 办法也很简单, 把每一根方形的毛刷都换成圆形的就可以了。 于是, 这位牙医联系了工厂, 生产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牙刷。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, 牙刷慢慢地成为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位成员。 这就是我要分享给大家的故事。 大家一定要记得, 刷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, 每天刷牙才会拥有健康的牙齿。 再见, 小朋友们! 不宝贝! 再见, 感谢观看